玉門關的由來 玉門關是漢朝時未通往西域各地的門戶,故旨在京甘肅敦煌西北小方盤城。 關於玉門關的由來有很多說法,其中最為靠譜的當屬張謙通使西域。 張謙將內地的絲綢帶往了西域各國,以交貿易友好。 而于田國盛產玉石,于田國王為了換回中原王朝的大批絲綢, 他派官兵專門押借運送和田一帶的玉石,運往內地進行貿易交換。 而運玉石的駱駝一進關樓就口吐白沫,昏迷不醒。 後來是一個拉駱駝的老人,告訴押韻官,要用上好的玉石祭祀關神, 才能確保人處平安,消病除災。 于是押韻官按照老人的建議用上好的玉石祭祀關神, 押韻隊伍果然平安地到達了漢朝都城。 而官樓大門也引起了一圈閃光的玉石,而被稱為玉門關。